除了关心吃的安全 妈妈们也要注意 孩子们是不是在寒铅的环境当中呢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每年有60万孩童 就是因为暴露在寒铅环境中 导致智力受损 其实日常生活中 像是彩色吸管 还有重金属铅 市面上贩售的塑胶玩具 孩童爱吃的包装糖果 这些呢都潜藏着铅毒害 其中寒铅油漆 更是幼儿铅中毒对关键的因素 因为呢 寒铅油漆尝起来有甜味 会幼使幼儿呢 把图有含铅油漆的玩具 放入口中 会损害大脑跟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智力受损 甚至昏迷 痙磷 或者是死亡